投资朋友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今天我们来跟投资朋友追踪 随着我们看到国发会所公布的景气信号灯连三栏之后 我们看到主技术所公布的台湾制造业P&I 居然回到50以上的融库水位进入到扩张格局 到底台湾在今年的景气状态为何 会有一个先蹲后效的行情吗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景气状态 中国二月份财新制造业P&I 也回到了52的复苏期 到底新兴市场现在是否已经正式进入到 即将复苏格局呢 今天我们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些留意和关注 当然啦我们先从景气信号灯来了解 过去景气信号灯虽然感觉它跟景气有一定的联动度 但我们始终把它当成一个即时指标 原因是因为它没办法高度的反应未来股价的走势 反而跟整体股价有一点联动 甚至有一点落后的关系 但没关系我们就用即时指标先来做一些判断 大家可以看到图表 这张图表的蓝色线是我们看到台湾景气对侧信号灯 可以看得很清楚 基本上只要来到30分以上 景气就正式进入到过热格局 那大概在15分以下景气就是高度极端紧缩 那如果以红色线台湾加权指数来进行对照 你会发现几乎跟景气指标它有具有高强度的联动度 那你可以观察到在过去几年景气对侧信号灯来到15分以下 比如说在2020年 比如说像是18年、15年、11年和20年 基本上在短期内 我们看到股价都有做非常显著的回荡 那你可以用以此这项数据来进行蓝灯买股票 红灯属钞票的景气投资计划 也就是在景气对侧信号灯进入到蓝灯 线路极度紧缩的时候购买股票 那么至于来到30分以上 就看你要不要进行调节 你也可以进行长期存股续报 那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这种景气对侧信号灯的投资法 它基本上是属于股价底底高格局 所以很多人觉得 现在好像景气信号灯 还在10分左右做震荡很低迷 但股价已经弹高 希望等到下一次的对侧信号灯 再度的落入到10分之后 才来进行相对性的建仓 但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投资朋友 很有可能股价它没办法回到前波低点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你在08年错过了这段行情 下一次你在11年景气对侧信号灯下沙的时候 购入这个时候点位已经比08年高很多 15年的修正又比11年还要来得高 18年修正又比15年还要来得高 2022年的修正又比2018年和2020年还要来得高 所以这个时候要投资朋友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那就是整个景气对侧信号灯的投资策略 大概是以3到4年的库存循环当作一项周期 2022年没有买到 你如果23年不加紧来进行中长期的进仓 下一次购买可能是2025年到2026年下一轮的景气回调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不过第二件事情 景气信号灯虽然在蓝灯 但有说明景气未来前景有十分堪忧吗 无法做解释 原因是因为景气信号灯 它顶多就是一个即时指标 无法做未来两到三个季度的景气预判 反而值得观察的是这项数据 也就是制造业品牌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张图表是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台湾、日本和中国的制造业偏埃情形 那看得很清楚 那一条最为浅绿色的就是台湾的偏埃 曾经在2021年来到62左右 进入到高度极端繁荣 那为什么21年可以有如此极端表现优于其他亚洲新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呢 原因很简单 当时受惠于美中贸易战加上半导体代货潮 所以整体订单相对半成品的购买来的是最高的 可是我们看到在22年9月10月以后 这一波反而是索尔新市场制造业当中表现极为差劲的 P&I下滑到41到42左右 那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你囤的货越多 最后销扩存的压力就越大 不过我们看到 这一次不管是标普统计台湾的制造业P&I 或者是台湾制造业主计处所公布的P&I 都已经陆续的灌破了50的扩张周期 也就是进入到整体景气的复苏期 那中国更是已经灌破到52 所以它等于是整个亚洲的系统单 似乎正在回流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一个宏观的看法 当下景气好不好 当下景气不好 因为景气信号灯还在蓝灯嘛 但是未来这些经理人采购指数 他所购买的原物料半成品 既然不断在堆增当中 就代表着企业界已经开始在未来的复苏期 带货潮进行提前的备货了 这个是值得观察的 从其他数据也可以做一些佐证 比如说我们以看这张图表 台湾的未完成订单减掉客户存货 这项指标如果向上 要么就代表着这些企业的订单变多了 要么就是代表着这些企业的客户的存货 仓库里面的货变少了 所以你观察得很清楚 在过去几年只要未完成订单减掉客户存货 进入到负值区间 像是2020年 2018年 2015年 2011年 它都是整个库存循环 也就是股价的相对低点 而现在这项指标 也正在好转当中 另外一项指标是台湾的领先指标 台湾领先指标 它除了衡量不管是股票市场 或者是楼梯板面积之外 更加衡量的是市场的投资意愿 而这个领先指标虽然还没有到100以上的扩张周期 但是至少绝对的低点感觉已经见到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对于今年台北股市 整体景气在第四季的复苏期 几率就是很高了 各位要记住 我认为今年第四季能够有显著复苏的原因 不只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些数据 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来自于基期效果 观点我们看到在去年第四季 全球GDP普遍还在正值区间 除了少数几个欧洲国家之外 你看到不管是整个欧元区或者是美国 去年第四季GDP还是正成长 但台湾去年第四季GDP已经进入负增长了 所以按照基期效果 去年第四季基期这么低 今年第四季只要表现不太差 它就会回到正值的成长区间 所以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个要点 也就代表着 今年很有可能 股价它早就已经反映即将到来的景气走皮期 而现在的股价是在反映未来第四季 甚至到后年整体的复苏行情 过去我们跟投资品有提过 股价它一定会领先景气反映 而不是反映当下景气 那到底股价提前景气多久反映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这张图表我们看到深蓝色线是标普白指数 过去历年的回测股价表现 那浅蓝色线是EPS 你可以观察到 当股价已经反弹回升之后 过了六到九个月 EPS才会见底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台积电的股价 见底开始反弹之后 台积电的月营收 还会连续九个月负增长 所以你才会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说 对于股价的提前预判 相对于EPS重要太多 因为EPS当前的表现 它只是佐证我们的预测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但是股价真正反映的不是当前EPS 而是九个月以后 也就是三个季度以后的EPS 而现在的股价在反映什么 就是在反映今年第四季的EPS 所以过去我们跟投资平有提过 整体上台北股市 它的下沙站主要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主要下跌站 第二层是属于震荡 第三层是属于多头行情 那各位可以观察到 浅蓝色线是台湾加权指数 当加权指数在严重下跌的时候 EPS其实才刚刚开始调降 而当加权指数进入到震荡氛围的时候 也就是橘色区块 这个时候EPS 才会有非常显著的下调 但是股价已经不跌了 那么当EPS开始 由负持开始回到震值轨迹的时候 这个时候股市早就已经进入到多头格局 而现在是什么区间 现在更像是震荡区间 也就是EPS正在做非常严峻的显著下调 越营收表现越来越差劲 但是台北股市却反而进入到震荡格局 所以我才会认为 从整个库存循环的角度来看 很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 以前我们就会看到整个整体 熊市的最波段的或者说在整个库存循环当中的绝对低点的发生 甚至有可能在去年第四季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按照中长期格局 如果在下行段衰退期没有买入的话 下一次的衰退期应该就是三到四年以后了 这个是第一个观察要点 那第二个观察要点说 那你是不是代表着今年股市就要飞喷了 那也不一定 那股市来回震荡 做一个Nike勾勾型半信半疑中成长的概率还是偏高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原因很简单 因为基本上台北股市要有大幅拉升 很明显过去两周 你靠那支是拉不动的 唯有靠外资的大幅系统单的回归 但外资系统单有可能在今年大幅度回归吗 几率也不是特别高 因为外资的买超 它主要取决于市场周期 也就是它的成本价的高低水位 我们可以观察图表 理解外资什么时候进行回补 就要理解外资过去的成本价在什么区间 我们可以观察到 第一列是我们看到的 2007年以来的家全指数年K 第二列是外资买卖超 第三列是投信买卖超 那投信基本上不用看 因为投信 这个买超幅度就是几百亿而已 相对于外资的卖个几千亿几兆 根本是不足 九牛一毛不值得一提 那外资从20年卖了5000亿 21年又卖了5000亿 22年卖了一兆 23年好不容易开始回补 会其次回补吗 持续回补可能性高 但是大幅回补可能性就不是特别高了 原因是因为外资的成本价 你可以观察到 它的买超年份 一波是2012年一直到17年 再来是2019年 你把它成本价列出来 差不多就是万点 所以除非跌到万点 要不然外资根本就没有急迫性的抄底行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你看到它在2012年买到17年的大幅的买超波段 大部分的台币价位主要是平均在30到31块左右 也就是它当时买的台币是很便宜的 所以它不只是赚到了资本利得 它也赚到了汇差 重点是过去的股息 它也长期留在市场当中也赚到了 所以为什么2020年 当台北股市上到万五之后 它的大举卖超反而开始涌现呢 就因为它离它的成本价实在太远了 可以有大幅资本利得获利的空间 那现在台北股市在万五到万六左右进行震荡 有回补的必要性吗 可能还没有大幅来到 第一台币并没有回到过去历年31块的 高度贬值区间让外资可以大举的收割 第二价位还是偏高一点点 第三整体全球在复苏格局当中 不一定它会优先以台湾作为主要的投入对象 反而可能是以去年基期极低 今年经济成长极高的中国市场 作为主要投入对象 所以我个人整体而言 会认为今年虽然台北股市在下半年 可能会逐步的反映这种复苏情绪 但是更像是与Nike勾勾行 这种半型半移中的缓慢的成长 而不是属于V型的反转 如果你要看到V型的反转 那可能只有系统性风险发生 连准会被迫V型宽松的时候 才有可能看到的股市涨幅了 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聊一下 在整体景气信号灯连三栏之后 我们看到PNI好转 对于今年下半年的景气预估 那当然预估肯定会有所偏差 或者时间上的错误 但大家反而可以一群的周期 而不要一群的判断来进行投资 一群周期你就只要观察 现在是不是便宜价 现在是不是相对低位 现在相对于三年到四年的点位 是便宜还是贵 但是如果你用判断来做决定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接下来 在三月份我们看到 不管是FOMC利率决策会议的变化 还是就业数据的好转 或者通膨有没有可能下行 判断一桌 错误的几率可能就会越高 所以大家大可以把这些 判断的问题全部跌掉 全部给拉掉 全部给推开 完全就用周期的角度来看 刚才的指标 从数据回撤 它是不是绝对低点可能的出现 提供给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参考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号角 再相见 拜拜 拜拜